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個月中的時候 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的匯豐銀行戶口遭到了凍結 而他的家人同樣都是受到牽連 來到今天 許智峯聲稱 說匯豐控股的行政總裁奇耀年 就向他發出了一封銜件 解釋整件事的因由 許智峯已經表明了 說不會接受匯豐方面的解釋 而且他還呼籲 各國政府應該考慮對匯豐作出相應的制裁 除此之外 美國的著名對沖基金經理 也有作出類似的呼籲 他建議國務卿蓬佩奧 應該在餘下任期 對於匯豐銀行採取制裁措施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 許智峯在Facebook上 張貼了一份銜件 這份銜件 是匯豐CEO奇耀年 通過E-mail發給他 就著凍結他銀行戶口 一時作出了解釋 許智峯說 在這封信裡 匯豐說不能操作到他的銀行和信用卡戶口 因為在收到警方的通知下 匯豐就是有法律責任來採取行動 在凍結戶口一時上別無選擇 也必須遵從法律下某些保密責任 到底許智峯那張信用卡的情況又如何 許智峯說 奇耀年 在這封信裡提到 早前有一位匯豐銀行職員 說因為商業決定而取消了他那張信用卡戶口 這個說法 是錯誤的 實情他那張信用卡 只不過是被凍結 而不是取消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奇耀年這封信 很明顯就是要和凍結戶口這個決定 撇清關係 之前我們也有質疑過一件事 就是說到底匯豐銀行 在凍結許智峯戶口的這個決策過程上 是扮演著一個什麼的角色呢 現在他們就回答 純粹是別無選擇 是因應警方的通知 匯豐的潛台詞就是 匯豐是被動的 不關我們的事 這個解釋是相當煞有介事的 明顯就不想把整件事拉扯到匯豐的頭上 而且出動到匯豐的CEO來處名 發出一封電子郵件 這個當然是相當罕有 一般的客戶來說 他們被匯豐凍結了的戶口 甚至乎被取消了的戶口 當他們走到網絡上 被叫聲勢力竭地申訴的時候 到最後 都是有冤無路稅居多 斷然不會有CEO親自回覆他們的個案 多數都是不了了之 現在這樣親自解釋 當然反映出這件事件的嚴重性 以及這件事件的本質的特殊性 因為牽涉到一位目前正在流亡的前立法會議員 如果一般民眾被封了的戶口 或者被凍結了的戶口 根本上 就算他們點喊都不得要領 至於為什麼匯豐會這麼重視這件事件 我相信是跟許智峰 以及其他人 呼籲外國政府要制裁匯豐有關 好了 許智峰說不接受匯豐解釋 他列舉了三個原因出來 第一 他批評匯豐根本沒有解釋 凍結他銀行戶口和信用卡戶口的法律依據 凍結戶口其實是有一個既定的程序 就是需要銀行本身認為 在那個戶口裏面有可疑交易 然後才情報到聯合財富情報組提交一份報告 到最後 警方才會向銀行發出一份不同意的處理書 要求凍結戶口的款項 當然 以許智峰的角度來說 就會認為匯豐根本沒有按照既定的程序來做事 至於第二點 許智峰質疑匯豐沒有解釋為何香港有連坐法 為何他的家人會受到牽連 許智峰還反問 難道匯豐的結論就是說 他的每一位家人每一張信用卡每一個戶口都曾經出現過可疑交易嗎 許智峰也反問 究竟這個是不是針對他整個家庭而另有目的的政治報復行動 既然今次匯豐的CEO奇耀年都親自去涵向他解釋 所以他又會公開邀請這個人 希望他們向他每一位家人解釋清楚 第三個不接受的原因 就是許智峰認為今次匯豐的可笑之處就是在於反口複洩 之前言之作作地說到因為商業決定而取消他和他家人的信用卡 如今受到輿論壓力之後又改口說說錯了 只是凍結而不是取消 將那些錯處抵賴了前線銀行職員說錯 許智峰就反問 為何你不一開始主動向他來涵解釋清楚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事實呢 許智峰就說了他不接受匯豐解釋的三個原因 我覺得他的第二點就是為何他的家人都會受到牽連 這件事你匯豐真的應該要解釋清楚 其他那些什麼程序物程序 你匯豐就想抵賴全部都是警察叫你這樣做 但是有關於他家人為何銀行戶口同樣遭到凍結 其實這封信就叫做避重就輕 完全你都沒有提及過 但是這件事是事實上發生了 究竟是不是因為許智峰的家人 他沒有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所以你這個CEO就不需要給他面子了 凍結了他就由他凍結了 是不是這樣的態度呢 反正你匯豐都主動聯絡許智峰 就交代為何要凍結他的銀行戶口和信用卡 就賴了到警察身上 射了個球給警察 那你現在到底他的家人為何會遭受到連助呢 那麼那個決策過程是怎樣 到底是匯豐自把自為地凍結 還是原來警察是這樣做的呢 這個資訊對於公眾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那許智峰那篇文章的結尾就是這樣寫的 他說他就要公開這樣呼籲 英國和各國的國會議員 要就這件事去信匯豐質詢 以及在國會裡面討論跟進 還有許智峰就呼籲 各國政府應該要考慮到 對於匯豐和曾經處理過相關案件的人員 是作出相應的國際制裁 我相信匯豐對於這些什麼制裁的事來講 就肯定是很忌諱的了 所以他們才會發出這封電子郵件 給許智峰上司和凍結戶口這些決定 撇清關係 好了 至於外國的政界 到底他怎麼看匯豐這封銜件呢 到底人家會不會表示諒解呢 如果不會的時候 匯豐隨時就會面臨著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 在較早之前 有一名美國知名的對沖基金大坑叫做Cyle Bass 他就向國務卿蓬佩奧提出了一個建議 他說蓬佩奧在餘下的任期 應該制裁匯豐銀行 因為匯豐銀行違反了2014年和美國司法部的和解協議 至於關於許智峰戶口那件事 Cyle Bass就批評匯豐銀行過度聽命於大陸政府 他就呼籲美國要對匯豐銀行啟動全面的制裁 甚至說要將匯豐銀行踢出美國的銀行體系 到底這些建議實踐的機會有多大呢 當然就是視乎蓬佩奧的一念之間 因為這位Cyle Bass也有點名叫蓬佩奧要做些事 其實蓬佩奧每天都在做事了 在他本屆任期餘下幾天的時間 他會不會又有破格的行動出來呢 暫時又未見得到有 最後就想說下保守黨的人權委員會成員裴倫德 他就在Twitter上寫了一條這樣的貼文 他說匯豐銀行就需要作出選擇 要是做世界的本地銀行 另一樣就是做維權主義的幫兇 他就說不能夠是兩者兼有的 大家就會聽到 英國政界對於匯豐銀行的印象 就不是說真的那麼高 如果匯豐銀行這次搞得又坏了的時候 會不會租到罰錢呢 到底那些所謂的制裁措施是什麼呢 暫時都未知 因為實話都未有一撇 但如果蓬佩奧急起上來要執行的時候 他還是有時間的 最後就想說一下蓬佩奧本身 他近日在Twitter上做了不少工作回顧 昨晚其中一段他就專門提到香港 那他怎麼說呢 他說中共就是撕毀了對香港人民的承諾 而美國就對於蠶食自由的人實施了真正的代價 他就專門有一條鐵文是這樣說香港的議題 可見其實他都非常之重視香港 對不對 即是無論是特朗普總統也好 或者是他本人也好 到底去到一個新政府的時候 拜登會放多少的目光在香港那裡 還是眼尾都不瞎一下你呢 大家很快就會知道了 拭目以待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